在这个大型宝殿再往前面走的就是这个娘娘殿 这个娘娘殿它也是建于这个明朝年间 在清朝也是有重修 也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 这个娘娘它就是宋子娘娘 据说在以前是王母娘娘 很多人到这里非常的灵 就把这里叫成了宋子娘娘 这是宋子娘娘殿 它这里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宗教场所 改成一个采树的艺术馆 但是还是很多人来到这里 非常非常信仰这里 在这个双林寺还有一处地方 非常值得说 就是这个娘娘殿的旁边 这个真一一池 那边所供奉的就是这个碎姑姑 还有这个药婆婆 碎姑姑非常善良 在她后来生命的时候 是路不相识的药婆婆照顾她 最后是她们双方去世 就被人们供奉在这里 碎姑姑生前将她大量的钱财 都捐给了这个双林寺 据说这个双林寺的70% 都是她所建造的 在以前 她这里是有这个资人的骨骼 现在我们在里面所看到的 是在二三十年代 所重新树立的 现在整个寺庙看完 我还有了一处 就是这个大雄宝殿一侧的千佛殿 我认为这里是一个精髓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这里是千佛殿 也是非常古老 有很长的历史 也是有五百多年 在她这个墙壁外面有非常珍贵的壁画 这个就是平遥县城 在它上面都是一些佛像 菩萨像 在两侧还有四大天王 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清晰 在这个眉旁两侧还是有这个壁画 非常精美 如果是在以前 肯定会更加的漂亮 首先 它这里也是明代的彩绘树像 进门之后 我们看到这一中 很大的自在观音像 自在观音也叫随夜观音 它看起来是非常自在 它这种坐姿 它这个手部 还有这个脚部 雕刻的是十分十分的休闲 也可以感叹当时一些记忆的精湛 它这个衣服整体的颜色 还有它的装饰 感觉是非常的悠闲 它的面部表情 给人感觉也是非常的吃香 在它两侧 就是满臂的菩萨神佛像 它这里是有五百多尊神像 非常多 雕刻也非常精美 但是这是叫千佛店 千佛怎么来呢 因为它两侧有这个门 这一个菩萨进来之后 后面还有五百个菩萨 还没有进来 还有这个生动之处 就是这些菩萨的衣袖 就做成这种随风漂白的样子 整体看起来是随风的 十分的飘移 把整个这个人物呢 绘制的是栩栩如生 这处的千佛店呢 它不仅两侧四壁 都有这个佛像 在我们所看到的顶侧 也是我们看到的门 上面呢 也是有这个菩萨像 这一柱呢 由于常见背光 它身上所有的颜色彩绘呢 也更加的漂亮 看到这里呢 才感觉 这个艺术也是更加的精美 这双临寺 有一尊树像 我认为是这里 最精髓的一柱 它就是伟陀像 这伟陀呢 它就是这个南方真往天王 它身边的八大将之一 这里我们所看到的 整个鬼陀像呢 身穿铠甲 十分的威武 它整体的树像呢 是高这个1米6 它整体的身材呢 成一个S型 它身后呢 那条骰弹呢 从上到下 十分的飘逸 把整个的人物呢 塑造的是活灵活现 它整整树像呢 身穿铠甲 十分的威武 人呢 是无法站立成这个姿势的 还有它的双母呢 是迅迅有神 它的双母是由当时的琉璃 所制成 所以呢 这对鬼陀下呢 它也是这个双林寺的一个精髓 也是被载入了 这个中国的美术大圈 非常精美 在这个观音像一侧呢 有一个两个古宋如柴人 这是两个兄弟 他们呢 因为得一种病 他们就祈求观音 给他们圣水 观音呢 给了他们一滴圣水 他们又把这个一滴圣水 不够用 所以能互相施打 去抢夺 随之呢 这只圣水 滴落下来 被下面的一个无头龟所接住 这也告诉人们 欲望象征 羽翁得礼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大殿的一侧呢 它还有当时这个 供养人的一个树像 这个供养人呢 在当时 他活着的时候呢 就已经为他立了树像 在大兴宝殿 那里所看到的一些死碑呢 就是一些功德碑 是当时一些 捐赠的一些 人物的一些姓名 整个大兴宝殿呢 是非常的漂亮 平遥呢 是一成两次 这双林寺呢 也是山西一个 非常著名的名士 它这里呢 现在也是成了一个 彩兽博物馆 里面的彩兽呢 也是非常精美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 双林寺的一个视频 我们下视频见 再见